今天早晨这一起床 你有没有瞬间觉得有点恍惚 这春天了窗外咋还飘雪花了呢 我跟你说说啊 今天呢咱们辽宁多个城市都下起了雪 恍惚又是回到了冬天 昨天呢是我国传统24 咱们辽宁一节春分的是雨雪大风和降温 开车出行的朋友们呢就要注意道路情况了 今天早上6点辽宁气象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今天早晨到上午 安山复兴辽阳地区以及北镇市黑山县将出现道路结冰 对交通有影响 紧着气象部门呢又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 今天的7点到20点 向沈阳大连安山锦州影口复兴辽阳铁岭朝阳盘景葫芦岛地区 以及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 大连丹东锦州影口盘景葫芦岛附近的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 另外受到天气影响 省内高速公路有多个收费站采取管制封闭措施 要走高速的司机朋友们最好关注辽宁高速通微信公众号 或搜索下载辽宁高速通手机APP来关注高速的最新消息 明天早上的气温抵达四轮降温的谷底 最低气温呢是有零下五度左右啊 全省转位多云天气 当然了这春风节气呢自然不能一直是这么冷的 下周暖空气会活跃起来回暖比较明显 整个一周最高气温都有望维持在10度以上 最低气温呢也都保持在零度以上 最近呢天气是忽冷忽热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以防感冒 没错 对凶得好 好